10月3號屏東安泰醫院火警 住院的病患莫黑逃生 邊逃生邊打電話 報警住院4天的患者 打開了房門一片漆黑 夾雜著嗆鼻農煙 從11樓莫黑死裡逃生 病患重現醫院火警驚恐的那一瞬間 誰起火警初步調查 動力中心二樓配電式起火 火勢往上燃燒之後 結果隔壁的低洞大樓救人死亡 其中八人因為火災而上命 透過了未製圖起火建築 和死亡患者的大樓根本不同 火災煙霧如何竄入 兩棟建築沒有阻隔嗎 還是貫線相通 連蘇傘SOP都被質疑出了狀況 火災第一時間濃煙四串 低洞之外 有家戶病房的A洞 也擔心煙霧影響 一場火警 八人因為火災死亡 除了起火的原因 相關的疏散調度 醫護人員列被告證人 遭到調查 檢查安泰醫院火警 檢察官雙手沾滿了黑霧 當天火事撲滅之後 現場不斷有白岩冒出 更一度复燃 擔負醫療責任的大醫院 怎麼會消出八死火警意外 還在釐清中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